2021年11月1日,静岳的山林里,偶遇到小松鼠 今天我是要来这儿爬山徒步 路线是大架山,张尔玛岭 去年11月18号的那场冻雨,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记得 这些岛福的树木就是那场冻雨造成的 在静岳的临海里,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景色 这里人迹罕至 这棵岛福的树正好压在这个树叉上,成了一个很好的织场 山间崎岖的小路上铺满了黄色的落叶 走到这个有点陡的下坡,侧着走 减轻对膝盖的冲击力,走山路是比较伤膝盖的 对面的山岭就是张二玛岭 我现在是从大架山下来 大架山是比较平缓的,很容易就上去了 下来的时候呢,难度也不大 这山沟里有一个小平房,挺破的,没有标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在这好多年了 这是大架山和张二玛岭中间的这个山谷里 这一端是一个平缓的小路 在两山之间的山谷当中,手机没有信号 在这样的区域一定要多加注意,千万不能掉队 因为手机没有信号,一旦掉队,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山里容易迷路,这是金帐篷户外做的路标 张二玛岭顺利登顶,登山的过程是挺狼狈的 搂着大树喘,歇了好几气,都省去不拍了 现在就是,对面就是大架山 今天因为阴天,所以对面看着也是模模糊糊的 现在开始下山了,这段路比较好走 坡缓,路也宽了 景色看着也挺好 到了景月的环路了 到这里能听见景月潭公园里的园区广播 然后还有地图,路标,到这就安全了,不会迷路 现在路况特别好,都是这种特别平的柏油马路 行人步道和机动车道,区分的很清晰 到青松岭了,这个青松岭这个石碑长个儿了 原来我们都是在后边的小石头那儿趴着像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石头 青松岭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有一部老电影叫青松岭,是长影拍的 电影里的外景就取自这里 现在这个碑是老少三代了 一共三个青松岭的碑 我记得电影里的情节是 赶马车一到青松岭这个位置 马就惊,狂奔不止 一个弯路,两侧陡峭的山壁 看着特别惊险 看这个树挡路了 然后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柱 给它支起来了 这是快到静岭坛的正门了 景色是越来越美了 还是有这种园艺设计 园林维护的地方更美 山林里虽然是一种原生态的美 但是呢,没有这种人工设计的 巧夺天工之美 静岭来过很多次 但是这个景色我是第一次见到 以前来是因为季节不对呢 还是时间不对呢 怎么就没有看到这块有这么好看的风景呢 这一片树林 它的颜色是介于粉色和红色之间 在这儿能看到这个静岳的这个钟楼 这景色真是太美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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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